周一到周五 欢迎锁定新闻大白话 YouTube频道 为你带来最新的政治解析 跟大学风向 台北市长柯文哲 近日炮火全开 媒体问他对林飞凡 兼民进党副秘书长的看法 柯P就把民进党里面 多项的人事案数了一遍 痛批民进党说谎诚信 对此蔡总统隔海回应 她说她常常听不懂 柯文哲在说什么 柯文哲回呛得更辣 她说这个蔡总统 对老百姓讲的话 也听不太懂太多 这个就是这样 像我这里都说 我怎么在媒体上 读到的人事业 我没有出来做活认 这个不太一样 稍微这样 算了 比赢太多 可是那个袁秀慧 或者是谢佩怡 他们都是北市府 那北市府的 那北市府的 那北市府 当时一定有 不是 我跟你说是这样 只控人家要有证据 一二三四 把他列出来了 你们要够够够够够 我还讲的是 当年那些人事案都是 冬冬府行政院的发言人 甚至活认 还开记者会 市长 这他怎么操作 他们都在讲什么 老百姓讲的话 他也听不懂太多 不然一粒一休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市长 你在昨天的专门里面 你还是有说就是 你说你现在都不相信政坛 不是 没有啦 我也这样讲 是这样讲吗 对啊 好不好 然后你觉得就是 如果太总统如果 会做得更好的话 你可以支持他 但是你现在觉得太总统做得更好 好 蔡总统他呛得很辣 不过你知道吗 最近有网友在问 就是说他们发现说 总统在出国的时候 在低卡一直有发文 他就问 最近问了一个问题说 我这出国不在这几天 不知道我们家三只狗在干嘛 你知道总统狗在干嘛 在家等主人 没有 网友说他的狗 不是我说的 网友说的 网友说他的狗 准备要查办法官 他的狗是拉不拉多 我觉得很可爱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 那我跟狗道歉 我对不起狗 但这太过分了 对不起三只拉拉 这个真的是网友讲的 不是我讲的 这个冤有头再有主要 就找找网友 就是监察委员陈思梦 他最近就是有多了一个封号 叫做韩国语的二号的助选员 因为一号助选员是苏贞昌 所以二号助选员 又有一个突发奇想的 因为马英九的泄密案 已经定验了 无罪 但没有想到 他就说那我要判一下 因为一审二审 后来最高法院 你每个人判的不一样 所以我要查看看最高法院 你有没有自由 这些法官 有没有自由新政的问题 可是大家很惊讶 这个监察权 怎么可以侵犯到司法院 里面的权责呢 非常惊讶 说监委有这么大的厉害 法官上面 大法官的太上皇法官吗 大家很惊讶 最开始陈思梦 是针对这件事情 高院他在7月12号的时候 已经判定了 说这个马英九是没有罪的 而且他的理由是因为 他用同样的标准去看待 去年的太阳花 因为太阳花昨天有20 去年有22个人被判无罪 他是用同一套标准 同一套标准 所以如果假设你觉得 马英九这个泄密案 无罪是有问题的 可能你连太阳花无罪的事情 你也要重新去审查 这个可能要提醒一下陈思梦 因为他没有用的是同一票人 同一票 同一套标准 那陈思梦他特别讲说 他认为这个法官 每一省的法官省的都不一样 所以他要查一下 这个立省的法官 有没有滥用自由新政 那高院就痛批 说你不要伤害司法独立 那现在其实他已经获得 提名大法官的这个 而且已经在立法院 人事已经通过的吕太郎 他现在还是司法院的秘书长 他又发表声明 他说法官审判独立 应该要受到宪法的保证 你监委你要调查 可是你的范围 不可以超出判决书的范围 你也不可以约寻法官 没想到陈思梦还是回得很猛 他说你没有资格 来当念大法官 就变成是蔡英文提名的大法官 跟蔡英文提名的监察委员 在隔空互骂 那当初联合报 他也特别讲说陈思梦 如果你要掩饰 要当这个东厂车翼的身段的话 你不要拿马上开刀 你就连太阳花一起来解决 因为毕竟同一批人 同一套标准 不是我说的 是网友说的 蔡总统在出访的时候 在D卡里面 发了一篇文章说 我出差不在家的时候 不晓得家里面三只狗在干嘛 网友就说 就贴了这篇 他没有说是谁 他说好像大家贴了陈思梦要查法官 做这样的连结 这样来酸他 那另外一件事情 抢着当东厂的不只是监察院 似乎连调查局 现在也让人家觉得说 他是不是要来卡东厂的位置 因为包括苏贞昌之前说 被这个工程师抹黑造谣 那调查局里面有一个干部 前高雄市调查处的副处长 严正义 他就在NINE群组里面 贴了这篇文章 后来调查局雷厉风行 就把他调职 记大过 而且他的考基都受到了影响 他的奖金也受到了影响 就感觉这件事情 就是在NINE里面 传了一个错误的讯息 居然有这么霹雳啪啪的 一个惩处 以前有一个前调查员何智利 他就讲说 调查局这一年来 一直要当民进党的打手 而且还举了一个例子 因为前阵子不是有一个 韩国瑜挑款 所以说这个农产品都要去查一下 有没有不法的资金 所以他觉得这个调查局 已经沦为选举底下 民进党的打手 真的是很丢脸 针对这一些事情 针对我们原本应该是中立 而且是权威的机构裡面 纷纷抢着当蔡政府的打手 蔡政府的东厂 这件事情我们现在的视讯连先到 国民党立委王玉敏 立委你好 大家好 委员请教一下 我们可不可以跟一般的观众讲一下 这个监察委员有这么大吗 大到可以去查法官判案 有没有自由新政 还可以约选法官 有这么大吗 监察委员当然没有这么大 是陈思孟自己这个滥权扩权 然后去侵犯这个司法的核心事项 事实上这个法令规范的很清楚 今天司法院讲的很清楚 这个司法是独立的 所以任何涉及到这个审判的核心事项 这个都是司法院里面法官他们的权责 包括自由新政也是 那我们这一个很天兵的滥权的陈思孟 他竟然查还可以查到说法官的判决不符合我的意志 不符合我要的所以我就查 我觉得这个已经滥权到无法无天的地步 而且他今天还好意思去批这个司法院 说你这个他的这个秘书长说 你这个没有办法担任大法官 陈思孟请你自己好好检讨 你自己才没有资格担任一个监察委员 整个监察院的公信力都被他糟蹋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离谱 而网友这样的讽刺 我觉得蔡英文也要该刮成手 为什么陈思孟是谁提名的 就是蔡英文提名的 谁护航让他这样子立场这么偏颇的人 还可以当上监察委员的职务 就是整个民进党 民进党的立院党团 在我们立法院 我们是把整个这个投开票箱都把它砸了 就是不让这个投票案可以过 但是民进党就是要强行通过陈思孟这个人事案 那通过这样的人事案 我只能说是台湾灾难的开始 委员那我们大家都很纳闷 有这样的监委他破坏了我们的体制 而且我觉得他也是屡次的荒腔走板 难道说我们对他真的完全没辙吗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体制设计真的有问题 因为原本我们是五权分立 就会觉得说在提名监察委员的时候 包括总统他有提名选 他应该要非常审慎的 提名一个会超出党派立场公正 然后这个风骨 各方面其实都没有办法被挑剔的 这样的人选来担任监察委员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蔡英文总统 明明知道陈思孟是什么样的人 明明知道陈思孟的立场有多么的偏颇 我去咨询他的时候 他还说陈水扁是没有罪的 你知道吗 他的认知跟一般常人的认知是完全相反的 他就是为了停扁为了互扁 而进来这个职务 而蔡英文总统竟然也给予 他这样的一个职务 所以第一个措措在哪里 蔡英文总统就不应该提名他 他竟然提名这样的人 那第二个本来有把关机制 应该在立法院 立法院应该是一个把关机制 因为他有这个同意权 但是很遗憾 我们看到这三年多以来 民进党在立法院里面 他已经变成是整个蔡政府的立法局了 只要蔡总统一声令下 通过什么样的法令 什么样的人事案 他们是照单全收 他们已经没有这个评估 跟反省的能力了 像陈志梦这样的人 本来就不应该坐上这个位置 然后立法院 这个最大执政党民进党 又这样子同流合污 然后没有办法就是去 否决这样一个人事案 所以让他坐上这个位置 所以的确现在也应该回过头来检讨 我们现在的确大家拿他没有办法 因为他有任期的保障 然后他这样子违法乱纪滥犬 好像大家就拿他没辙 那唯一最后一个办法是什么 换掉整个现在执政党 因为整个始作拥者 都是有这样的总统提名这样不当的人 然后他成为最大党 然后还这样子护航 让这样的人坐上这样的位置 所以我们现在唯一剩下的 唯一的武器就是2020投票 不要再选择这样子一个政党 就是把它换掉 然后让这样的现象 不会在未来发生 而且也给其他政党一个很大的警惕 给现在民进党一个很大的教训 就是如果人民给你这么大的权力 然后你要这样子滥权使用的话 你其实四年到了就会被换掉 你整个政权会彻底的封建 然后让你重新再去反省 然后去检讨过去的错误 委员 那我们现在看到各政府机关 都抢着要当东厂 促转会 然后监察院 NCC 都被点名说要抢着这个当东厂 那最新的 大家很讶异的是调查局 以前大家多少有一点传闻 对选举会有一些干扰 但至少他会遮遮掩掩掩 可是他现在 之前传出的所谓韩国瑜条款 所以要去调查这个 这个入契购买农产品 有没有这个布法的资金 那现在最新的高雄市的这个 前调查处的副处长 他不小心传出一个抹黑的讯息 结果被重罚 你怎么看 现在好像他们被称为是所谓的 民进党的打手 好像完全都不遮掩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执政之后 对台湾的民族 其实已经造成侵蚀跟伤害 我们刚刚讲的是独立机关 已经不独立了 甚至监察院可以滥权成这个样子 也没有办法去制衡他 然后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司法 就是维持一个独立性 然后更可怕的是一些行政机关 其他的也来附和 他们都想要加入就是这种奉承上意 只要上面希望怎么做 然后赶快表现 或上面不喜欢的人 我就赶快请他走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坏的风气 就是让我们的文官完全没有办法维持 他的中立性 然后下面的人 现在只顾着要拍马屁迎合上意 那我觉得如果这个风气再延伸下去 对台湾不只是我们刚刚讲的司法体制的迫害 然后还有文官体制他整个的中立性也被衰毁 我们找不到真正好的人才 真正可能会留在那个体系 变成是会拍马屁的人 继续留在这个体系 那比较有争议感 要讲出一些可能是跟上面的人 不一样意见的人 可能就很快就要被请离开 就要走路了 那如果这样子下去 我觉得最近不是有人在行草形容 是刻批形容 说现在很像是明朝末年 就是说 对那蔡英文总统还装着听不懂 因为就是说他自己这个整个的政府的体制 已经乱了套了 我不晓得他自己有没有要好好的反省跟检讨 你看我们现在的文官体制变成这样子 那就是风气的败坏 那你说再这样子再下去的话 好的人才会要帮我们政府服务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真的觉得民众有点受够了 就是说在蔡政府执政这三年多以来 他这一种就是以转型正义之名 然后行这个迫害之时去清算斗争这个其他的政党 或者是说让这些独立性的机关就不再独立 然后变成是都要迎合上议 文官体系也不再中立 然后到迎合上议 中选会也找了一个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自己的这个主委叫李靖勇 是资深的民进党党员 来担任这样子的一个必须中立客观的一个选务的主委的角色 那这一些的种种我觉得已经形成很大的民怨 这也是为什么目前我们看起来 包括今天最新的这个媒体的民调 韩国瑜现在代表国民党 他还是是领先蔡英文将近有10个百分点 那表示什么 其实民众讨厌现在的蔡政府的一些作为 这一股情绪跟力量还是在的 那如果蔡政府再不检讨的话 我认为2020换他们下台 就是换掉蔡政府会变成是全民的共识 好 谢谢委员 谢谢 拜拜 好 这个除了我们看到这个蔡总统说 出国的时候他很关心的他三只狗之外 那我们也很关心总统在那边好不好 不过现在除了透过媒体之外 我们从桃园市长郑文燦的脸书 也可以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这张照片可以看出来 蔡总统跟郑文燦 这张照片让大家有一点 觉得好像蛮刻意的 因为出访不是生病 应该会有很多随护 随行整个团是非常大的 可是他居然可以特意的 拍出一张照片里面 只看到了郑文燦跟总统 两个人一起欣赏风景 然后这张照片还说 这个郑文燦说他 我不是当一日的纽约客 我是一日的总统府摄影师 可是我觉得你要能够清出 这么大一个空间里面 只有这两个人 而且互动这么亲密 我觉得这个不是随随便便 就能拍出来 感觉是蔡总统也是配合他 而且这张照片感觉 其实是真正的摄影师拍的 对 你接下来再看 这个是台湾市政府拍的这个影片 像不像在选什么 感觉很像 有没有比郭董的广告还厉害 他进到华府到各个城市 总共有五个城市这么多 他不是今天早上才回来 已经影片都剪出来了 昨天就已经剪出来了 好有效率 还在访问过程中 就把它剪出来 而且画质是非常好 然后大家也很惊讶 因为他总共去了五个城市 你知道他建了多少地方吗 他30个行程 建了50个官员跟国会议员 最厉害的是你知道他见到谁吗 谁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真的喔 可是你有没有纳闷 他城市交流 怎么会见到美国国会的议长 这个真的很不像城市交流 我就觉得他的格局 好像是变成民进党新的雏君 甚至是所谓副首的人选 所以他从出访第一天的行程 到最后一个行程 乃至于到今天回来 都一直被问到说 你是不是有可能要担任副首 而且最好笑的是 原本之前呼声最高的是赖清德 现在反而被讨论最多的是说 是不是他去管管立法院 去当立法院龙头 好像蛮适合他的 反而他接当任副首的呼声 就越来越少了 那今天比较妙的是 我们现在的副总统 陈建仁还被问到 记者还问他说 副总统你觉得郑文燦 适不适合当副首 副总统说 竖起大拇指 所以大家就很压抑说 郑文燦应该是快来快来救我 这样子 不是 再快也要等到明年520 所以大家很讶异 郑文燦 鸭子滑水 默默的行情就水涨船高了 感覺越来越有副首的样子 那事实上副首的事情 大家都很关心 除了郑文燦 还有人说苏贞昌 有 不过说苏贞昌 现在最烦恼的恐怕是台风 因为这个台风 它90度北转直扑台湾而来 总统蔡英文 这个时候偏偏就在出访 行政院长苏贞昌 扛起顾家的角色 她上午视察灾变中心 凭证机还不忘隔空拴韩国瑜 她说自己都不了解 韩国瑜顾市政之外 怎么还会有余力来选总统呢 台风来袭 行政院长苏贞昌 视察中央防灾应变中心 跟远在盛文森的总统通话 院长经验丰富 所以除了地方收长 拜托院长倒杀缸 两人一个在外乒乓交 一个在家雇台风 联手展现中央魄力 但却传出军工教 明年不会再加薪水 我爸爸一辈子就是最基层的公务员 我妈妈就是教员 我就是公教的孩子 那公教有没有要调薪 何定后会跟大家报告 话免礼有真不加薪纪率高 因为军工教在1999年到2018年之间 五个年度各加薪3% 平均3到5年才调薪 再加上去年才调过 今年要再调根本有难度 和莱茵主张大不同 恐怕再度挑起选战话题 苏惠画风一转 更送上高雄市长韩国瑜一记回马牆 提醒韩市长 是要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不是选中华民国地区 他答应高雄市民说 要全力顾市政 那我是不了解 全力之后 怎么还有余力去选总统 所以时间上是怎么个安排 那我倒是准备开眼界 语气酸溜溜苏惠也同样不忘回呛 痛批民进党说好诚信的台北市长 柯文哲 高雄市韩市长 说他市长会做好做满 台北市柯市长也说连任后 会支持蔡总统2020选举 那现在有什么变化 我们也是像观测一样 也注意观测 建筑视察台风准备工作 苏惠提醒地方首长坚守岗位 勘察防灾也满满政治位 TVB的新闻洪福华刘婷婷台北报道 好国民党今天下午再开中常会 会通过两个案子 第一个就是要提名韩国瑜 来当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 第二个就是要这个解决一件事 总统以后不兼党主席 也被外界解释 这是宝无大战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讨论这个话题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